谁说天上不能掉馅饼 站在这个餐厅的下面 没准就能捡到宝 它就是比利时的空中餐厅 正如它的名字一样 这家餐厅之所以备受追捧 并不是因为有多好吃的美食 而是精简刺制的就餐方式 当我们在地面上系好安全带 准备完毕后 一台120吨巨型起重机开始工作 将整个餐厅直接掉到50米的高空 这高度相当于17层楼那么高 而往下望去 除了自己无处安放的小脚 剩下的也只有颤动的双手 恐高症的朋友怕是一辈子 也别想去这家餐厅吃一顿 餐桌长9米 宽5米 重6吨 每次可乘坐22人 除了客人被固定在座位上 餐厅配备的米其林三星顶级大厨 也会带着配套的安全设备 值得一提的是 餐厅的所有座位都可以斜靠 或者旋转180度 胆大的你可以自选位置和角度 在50米高空 尽情欣赏远方的美景 和美味的饕贴盛宴 想象一下 当你吃着沙拉 旁边飞过成群的大雁 显然像蚂蚁一样 在你脚下穿流而过 那呼吸着上层新鲜空气的感觉 简直飙太飘逸 当然这要是忍不住 突然吐了下去 可就真是黄河之水天上来了 不过吃着吃着饭 想要上厕所了咋办呢